这个Elvis Orn 你是想要请问这个秉授 如果Najib以拖制决 一直不对26亿做出正面的答复 那么您是否认同 以人民的力量 Bursay for 向他施压吗 如果不认同 那么你又有何有效的办法 叫他开口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呢 OK 这个是一个另外的议题 那么跟今天的主题并没有这些关系 不过你说 我还是愿意回答的 就是当通过Bursay或者任何的聚会 和平的纠差 包括这些和平的纠差的方式 或者大聚会的方式的话 来表达人民的想法的话 那是天经地的 没错的事情 那么至于这个是造成 要像北非国家这样子 通过这方式来推到现有的政权的话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担心开了一个先例 那么你就会发现到像泰国 我比较相信现有的宪政跟法制的方式 来推倒他 那么我相信 我相信国政成员党里头 而且我公开呼吁国政成员党的 这些党魁的话 也应该要做一些事情的 我们也不排除 当然我们不愿意看到 统治者干预国家的政治 不过统治者的话 也担忧这样子下去的话 这样子的局势发展 就是就算纳吉的首相 并没有犯 现有的法律你找不到犯法 不过他失去了领导这个国家的 这个道德的这个论据 这个legitimacy 他moral argument已经没有了 你很难解释 到现在你也不解释 那么这个东西是不应该 在发生在马来西亚 在体制上的话 也没有办法能够制衡他的这个做法 那么政党政治的运作的话 不能够确保他应该官民政大的交代 或者至少休假接受调查 甚至辞职 这些现有的制度的话 在政党政治的这个实际的运作上的话 你如果不能够达到这一点的话 那么人民就大聚会表达立场的话 我相信的话 会给现有的 包括国阵内部的这些成员党 包括现有的国会议员 包括来自在野的议员的话 都会可能我们也不排除 可能会连成一块 为了国家的更大的利益的需要 那么做一些事 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如果能够可以朝野放下政治旗舰 以国家利益为主 并不是那种问题 因为我们国家制度 比较成熟的这个做法 那么我想 针对刚才 比如说Berset Berset基本上 马来西亚的宪法 已经赋予 这是宪富的权利 和平集会是每一个国民影响的权利 Berset 4 是每一个关心国家的人民都应该参与 那么当然我们已参与和平集会 就以和平为主 那么表达个人的这个诉求 这个诉求必须是 恨情 恨理 恨法 当然不是用暴力的手段来推翻 因为这将现国家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 你今天推翻了我 你上台 明天又有人机会来推翻你 那么这个是对于我们国家 未来的发展是不健全的 所以泰国刚才秉授具律 我也认同 我都认同 所以但是参与集会 警方绝对不可以打压 这个是人民的权利 而警方今天手上的权利 也是宪法所赋予的 任何人都必须置于宪法之下 既然宪法给了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 Berset是一定要参加 能够参与 但是必须以和平表达 和平表达 这个诉求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应该有的自由 应该有的合理的权利来表达 其实我们相当庆幸的马来西亚人的话 大体上输注于暴力的方式的话 基本上三两个暴徒我们就不讲了 总之一点插墙舟佛 其实我发现我们国民的话 基本上热爱这个国家的话 都希望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说你要像科兵所说的 你只要要聚会的话 我公开说了很多次了 你要怎么聚会 只要是和平 不要鼓吹暴力 不要制造仇恨 尽管做吧 尽管去吧 其实美国大不了 尽管上级吧 当然如果你每一天 要在不给兵当大街这样走的话 那么商家可能要考虑到 总经讲有必要像比兽学习 他不是泡水豹车来打药我们 我觉得是这一点 这些如果说 你当然也要合理 就是要说合情合理 你不能够每天都想要在 不给兵当大街主街的话 每天在那边示威的话 那你可能影响那边的商家 他有利上了这个矛盾的问题 那么机会的地方 地点 时间等等 我是觉得警方应该做的是 利便 利便他 那么也是要讲 也要建议主办单位的话 如果说这个路线不是太理想 你走这个路线好吗 那么也应该有点有商有量 并不是说 全部跟你全城围城 围城不让你这样 那个做好不对 那个是一种变相的打压 也简单说就是一个打压的方式 它会引起更大的反弹 马来西亚人尽管是属于 大体上是属于温馴 希望通过宪政和法治精神的方式 来达之目标的话 我们也要应该尊重这个精神 就是当政者 制法单位的话 也必须要尊重这个精神 要不然的话 就是物极必反了 你越打压的话 反弹力就越大